对明星这个词 你们自己的感受怎么样 可能别人觉得我们就是 就是一下女团出道 这么多人认识 好像就是很多光环 有些人眼里觉得我们是明星 因为很多人认识吗 可能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只是从一个普通人到演艺圈 跳到这个圈子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职场新人 我们特别不安 就好比出去的时候 一个活动 就是后台的时候 已经紧张到不行了 不行不行 我这个高跟鞋穿不了 然后一打开门 我可以 然后就这种感觉 就是然后旁边又没有人 就很拘谨 然后会 但是有时候 做团体也有个好处 就是团体出去的时候 特别有那种安全感 和依靠性感觉 我就是会觉得 因为大家都会把那个 特别简单的定义 放在你们身上 但是没有人关注 其实你们现在 其实在承受着 我认为过去 就是十几年都没有经历过 最大压力的阶段 那个压力比学习压力 考试压力 然后大多了 而且都没法上跟父母说 因为父母帮不了我们 他们完全对这行的逻辑 人跟人之间的交往 没办法给出任何新建议 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会求助于谁呢 大部分的时间 我更多的其实就是 向我的团员 不停地输出我的情绪 对 因为我是真的 像静姐说的 我不太爱让我妈妈知道 因为本身就是 她让我去做这一行 她自己已经做过 很大的心理斗争了 她不想说是 让我女儿去 去做这么辛苦的事情 她说在妈妈身边多好 妈妈可以照顾你一辈子 就是你想要什么 妈妈都可以给你 妈妈类没有关系 但是我可以让你 过得很舒服 过得很开心 然后但是如果说 我的宝贝女儿 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还是得放手 让你去做 因为这是你想做的 而且这是你的青春 你不想在那儿 当一个安安稳稳的鬼女儿 因为你想找到你是谁 她给你的安稳 是她创造的价值 给你的安稳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更加地不希望 去给我妈妈造成任何的 就是心理负担 我女儿过得不好 我女儿很辛苦 那你刚才说 跟团圆宣泄这方法挺好的 这叫倒垃圾 你最喜欢向谁倒 谁在我身边 我就会跟她倒 然后如果这 比如说今天大娟她有事 她出去了 然后我刚刚好 杨超越她说约我吃饭 那我就一定会杨超越我跟你说 什么包 我就会跟她说 特别长寿这样 那你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一般会选择自己消化掉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有想过说 要不要跟家人说 然后我就想 算了吧 就是让我出来已经是 她们可能给我最大的一个宽度了 然后我如果回去给他们说的话 我会觉得他们会不会觉得 我可能现在在承受着 我这个年龄不应该承受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我可能我自己不舍得 买一些很贵的东西会怎么样 但我特别愿意 我回家的时候 特别愿意给家人花钱 就让他们一直看到 可能说我好的方面 然后不想让他们看到 我不好的方面 就给父母买好的东西 对你来讲挺减压 我看到他们开心 我就会觉得我要再努力一点 要给他们买更好的东西 你现在是多大 19岁 19岁 正好是肯定大部分19岁 就是把学业做好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承受那么多 刚才你们都说到的 就是好像自己做了这个选择 其实家里也都是 从不理解到理解 精彩尽在 本周六21点30 深圳卫视 非常近距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